全油管最快新闻,今年的国庆假期和中秋假期重合,为期八天的长假即将到来。 这是一个特别的假期,让人兴奋不已。 许多人计划好了各种旅游和家庭聚会活动,特别是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。 这个假期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,可以好好放松和休息,充满正能量的迎接接下来的工作和学习。 虽然疫情的阴影还未完全消散,但大家仍需保持警惕,注意健康安全。 祝大家在这个特殊而难忘的国庆中秋双节八天长假中,度过一个愉快、安全的假期。 今年的国庆假期与中秋节重合,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罕见的长假机会。 这个假期预计会有许多人外出旅游和家庭聚会,但仍要注意疫情防控措施,确保假期的平安顺利。 希望大家能够充分享受这个特别的假期,休息放松,增加正能量,为接下来的工作学习充电。 祝愿大家度过一个愉快而安全的八天假期,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